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慶 今天呢要來介紹我們 各摩科學怪人的牌組哦 然後這一套其實應該大家已經看到爛掉了 但是還是有稍微的不太一樣 就是我們額外的部分哦 那額外的部分新增了這個人馬獸 魯敏娜 還有這個超魔導騎士 黑魔導騎兵哦 那這隻大家可能比較知道比較常見哦 因為惡魔科學怪人的牌組在 呃現在還是偶爾會看到 而且很常就是對方先攻 然後就直接定場 那我們沒辦法就只能投降 除非你有熔岩魔神 不然說實在很難打贏這一套 但是呢最近我聽有人說 就是他用惡魔科學怪人上網啊 然後我有點不太相信 因為我覺得這套勝率很低哦 這套勝率我預估大概 兩三成而已 但是卻有人說他用惡魔科學怪人上網啊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來驗證一下 這一套到底能不能上網 我們我們不不奢求上網 我們勝率有五六成就可以了 所以今天會實戰給大家看啊 那實戰給大家看之前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呃一場回放 因為我剛剛有試打了一場 哎結果 運氣蠻好的 我先攻就直接定場了 但是呃 我不知道能不能每一次都 這麼運氣這麼好啊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ok 那這一場是先攻哦 那大家可能都不太知道那個漁夫有代價 零哦 所以你使用漁夫的時候 就是 讓對方比較不知道你在玩什麼 好這邊開道德哥布林 然後天使的鮮血啊 直接召喚我們的 惡魔科學怪人哦 然後就召喚這個 搗亂王 把對方的 三格封住哦 然後開生命值代價零 然後再特招 這個超魔導騎 是黑魔導騎兵 然後就贏了 ok 那我們就直接來實戰吧 好 直接開的吧 嗯 ok 來直接打 那我今天應該會一刀不減哦 讓大家直接看看真正的勝率怎麼樣 那我目前是對他 抱持著 呃 沒有什麼信心哦 那雖然說這一場我們先攻好像還不錯 如果這裡有抽到科學怪人的話 就有機會哦 但是你看我們沒有抽到 那沒有抽到的話就 就先結束吧 對 如果這邊抽到的話 應該就贏了啦 對啊 那你還沒有抽到 那你看沒有抽到就你就不知道要幹嘛 但是因為對方是魔導女孩所以 嗯他的傷害應該蠻低的 好 但是 這裡真成夢出來了 所以我們這一場應該是輸了 這場應該是輸了 好 那我們發動 這個天使的鮮血 反正他等一下就打我們3500嗎 那這邊還可以反制哦 所以 呃 看一下哦 呃3900 好反制 那我們再補一張 那還可以再檔下 但是 剛剛對方就已經有抽到那個 好像有抽到下怪 所以我們這一場還是輸了 那很清楚的讓大家看看這個實戰的勝率哦 來破解這個流眼 好啦這樣看起來應該是輸了 所以 呃我覺得拿來刷技能 或是刷 場數好像應該還行哦 好 那我們這一場就 直接被打爆 那個開始嗆聲 好 好那這場輸我們就繼續來 打下一場 我們就 一刀不撿了哈 直接給大家看一下 好 ok 再打一場 連續打我們就打個 哎我也不知道打幾場 哈哈 可能要打個三四場吧 然後看贏幾場 好 那這是第二場 第二場遇到海馬 哎也是仙宮 那仙宮的話必須要有兩張補血的 加上一張惡魔科學怪人 好 那這一場我們應該是 ok的 好 運氣不錯 可以直接來定場 可以直接來定場嘍 來 搗亂王 好 那我們如果這場贏的話 目前勝率就是50%啦 就感覺還不錯 哎發動生命值代價0 好 來我們這邊再來跳 超木島騎士黑木島騎兵 來直接結束 ok 到底有沒有機會獲勝呢 哦這樣應該是最完美的開場了 那 看對方會不會投降哦 ok 目前一勝一敗 好我們來繼續打哦 我是覺得上網可能有點難啊 人家五連勝呢 五連勝運氣要超級好哎 所以 我是覺得那個上網的 應該是 我覺得可能是試了很久 還是怎麼樣 他可能他可能要刷勝場 然後就莫名其妙哎 哎怎麼上網了 哈哈 也是有可能的哦好 來打我們第三場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三場如果贏的話 哦勝率就是66% ok 黑暗遊戲 好 那哎我們這場是後宮啊 後宮的話 比較麻煩因為黑暗遊戲 他會有非常多後台哦 哦而且他 呃 直接結束哦 直接結束這麼爽 好 那我們這邊先來補個血 天使的先血 然後再治療之神 好 那這邊開天赤的寶牌 哎 嘿 哎 沒有抽到好結束 哈哈 黑暗遊戲 ok 那這邊一定要抽到魔科學怪了 但是我覺得如果對方一直不蓋的話 對我們來說是有機會 可是我跟你說 他一定有龍眼 如果他有龍眼我就死了 但是 我們可以 直接看能不能拼一回殺哦 啊 這只不能直接攻擊 然後這三千六 呃 我們直接叫兩只大隻的好了 超魔導騎兵 然後開技能 然後再叫一只 叫這個交通機人好了 這個應該是可以直擊的 好 好 我可以為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了 哎靠 哎不不能裝這一只哦 不能裝那麼科學怪人哦 不能裝那麼科學怪人哦 啊我看一下哦裝上去的時候 會怎麼樣 我們無效一下好了 因為我也不確定哦 啊把自己炸掉了靠啊哈哈哈哈 我覺得他手上應該有東西啊有東西啊 有栗子小球 太白癡了那這邊龍眼的話我就輸了 啊沒有我直接死 哈哈哈哈 靠 我這一場我們其實不知道要算算是贏還是輸哦 嗯應該還是算輸了 因為他手上至少有兩顆栗子球 因為他剛剛又停頓了一隻 好啦那我們目前是兩敗一勝 ok 來打最後一場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最後一場贏的話 那勝率就是50%哦 ok 好不好 哈哈太好笑了 哦我剛剛在想說 反正他手上一定有龍眼啊 我們我們來看一下他盤你看 他手上一定有龍眼 然後又有風箏機人又有栗子小球 所以我覺得 要贏的話也是難度非常高哦 所以剛那一場也是算輸哦 好那第四場 就來看一下第四場是怎麼樣了 ok 好希望來個先攻然後直接定場哦 呃後攻 其實這一套真的我覺得 要一直贏 除非你一直先攻嗎 那後攻的話 可能被加拿大蓋起來是怎麼樣 就很容易輸哦 ok 那希望對方也是直接結束哦 但是是希望是卡手的結束 而不是像剛剛自閉那樣 好蓋了兩張牌 召喚巧克力黑魔導女孩 丟一抽一哦 好這邊是確定完手末 哇直接抽到馬哈特 好像有點尷尬哦 而且連有兩張後臺 我覺得這場應該是 應該是會輸哦 沒關係我們先抽一張看看 這一張很重要 如果沒有抽到的話就 哇 沒有抽到 沒有抽到就很尷尬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2500加1600的話 ok 我們就稍微控血一下 但是我覺得他可能還會再 抽到一隻怪獸 嗯 要不要再補一下勒 再補個兩下 再補個兩下好了 以防萬一哦 因為我很怕他又抽到什麼1600之類的 就直接把我們打死了 所以我們的生命 要稍微高一點 好這樣應該可以 假如他再招一隻1600的話 就是3200 加2500就是5700啊 那這樣打完 我們剛好可以觸發代價 好 那這場我覺得應該是輸了 然後如果這場輸的話 就是勝率25% 好巧克力魔導女孩繼續綠牌 ok 好看一下他抽到什麼他直接結束哦 哇直接結束哎 好那我們也直接結束哦 好 ok 珍蟲的 超哭 珍蟲超哭 我覺得他融合了哎 他是不是開融合了 好 我們這場輸了 哈哈哈哈 四場只贏一場 爛透了 沒關係我們我們再來打一場 我不信 你說你可以上網 四場只贏一場 哇 這好大的膽子啊竟然騙我 哈哈哈哈 沒關係我們最後 我們補個五場好不好 我們看五場 到底是贏兩場還是贏一場 如果贏兩場的話 還有四十趴的勝率 我就覺得哎 應該還是 呃感覺還蠻 蠻有道理 但是如果只有兩成勝率 那就不要玩 今天的影片 大家就白看了 好不好 好我們先來抽一張 無知煉獄 來這邊如果抽到的話就直接 哎沒有 好 那我們開治療之神 還有天使的鮮血 那這邊讓生命到五千多 來這一抽非常重要 你們惡魔虧血怪人有的話就贏了 沒有靠 沒有哎 好啦只能蓋兩張結束啊 好啦那今天我覺得應該是 五場贏一場而已啊 爛透了到底誰會玩這種牌子 啊到底誰會玩這種牌子 其實我今天 很不想要介紹 因為我覺得我一開始就不看好他啦 就覺得說靠 就是知道根本來亂的嗎 好 來 科學怪人有沒有 哦有有機會有機會 來我這邊補五百哎 怎樣六百加五百可以哦 可以哦但是不知道對方後台是什麼 不知道對方後台是什麼 靠停頓了不會吧 控制器 幹 幹 你看我就說吧 怎麼可能啊 啊二十八二十八 不用看了不用看 哈哈哈哈 爛透了 哇 怎麼玩嗎 對不對 除非 除非我們可以空血 空到一千內 空血空到一千內的話就 就還有機會 但是牌組剩兩只 恩魔科學怪人 我是覺得有點 不太可能贏了 而且對方也不是白癡啊 他知道說你是代價零 他就不可能把你打到 一千內嗎對不對 好 他還有技能哦 所以我們這邊應該是輸了 我們這邊應該是輸了 他除外抽兩張 然後再跳七星的那一隻哦 他跳七星那隻之後開那個等級 就上升三級的我我就死了 好 來愛福利出來了 ok 光他現在的攻擊力 就已經可以把我們打死了 所以 最後我們驗證 的結果是 失敗 來來五場只贏一場哦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要靠賽 玩這一套 當然也是可以啊 你跟朋友玩一下嘛對不對 跟朋友玩靠賽 我覺得很好啊 但是如果你想要上網的話 還是非常不推薦 現在不知火啊 就是非常平民哦 可以上網 然後 對我覺得現在比較平民的是不知火 大家都可以去抽一下 還是穩扎穩打哈 不要玩這種莫名其妙的哦 他異想天開 那麼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喜歡幫我點喜歡並且分享 千萬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 那每天晚上六點不一定發布影片 記得追蹤我的IG 我們下次見 拜拜